發電可以用不同方法 發電是採用採煤每年死幾千人 日本核災之後 都覺得核電是比較危險 全都用了這個天然氣 這個價錢一定會不住地升 用電的人如果要負擔這個費用 會背了一個很長的債巷 我們今次是建置有兩個主流方案 是給社會去討論的 發電怎樣才是最好呢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大家知不知道用的電是怎樣來的呢 發電可以燒煤、燒天然氣、燒石油 或者用核電、水電、風電、太陽能等等 昨日政府公佈的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 就第一次提出開放電網 向內地的南方電網買電 而另一個方案就是增加天然氣比例到六成 兩個方案的成本都是差不多 但同樣會比現在貴一倍 大家會怎樣選呢 葡台島位於香港最南面 會逢星期六日都有遊客來 不過平日長住在這裡的居民只有十幾個 在這裡沒有電力公司接駁的電網 居民日常生活都要依靠島上的柴油發電機發電 供電時間是由晚上六點到早上六點 今個月要下油的 就找了些人推油桶 去碼頭仔 混一隻隻開間 都是我們幾個 一個月有一次 十桶 你經常要搬 搬得來要吉他桶 長住在這裡的居民羅先生說 幾年前每道電要收居民三元 每個月再加一百元附加費 後來有私人公司要在這裡用電 資助了他們的郵費 現在每道電一元加五十元附加費 和市區的電價差不多 其實在這裡這麼久也不能說方不方便 有電也算是好的 然後有的我們不管他會不會拍 你都希望有電 因為晚上走出來 手間也有電 儘量用的東西 不需要去市區買的 炭也是要去市區買 但是柴就不用了 煲內火的東西 譬如酸梅湯、五花茶 那就要用柴 因為吃遊戲又貴 劉小姐每逢假日 都會回葡台島開店 島內的資源有限 為了節省能源和成本 他用甚麼都要想過度過 亦都會好好利用有電的時間 好像你說要雪東西 晚上一定要有 放了雪櫃 第二天早上拿出來 我們現在好像這些雪 我們雪定一個星期 我們使用膠殼 雪一個星期 然後拿出去用 否則沒有雪 就不夠冷 抽濕機那些你不敢開 因為你不可以用太多電 因為太多電 它會跳濕 在葡台島這裏 發電百分百靠柴油 居民無法選擇發電燃料組合 而且價錢貴 供應不穩定 未必是居民心中的理想組合 現在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 主要是由煤 天然氣和核電組成 五成多是煤 天然氣和核電 各佔兩成多 其他是燃油和再生能源 政府剛剛推出的 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 相途在2023年之後 香港應該用甚麼比例 我們這次建議有兩個主流方案 是給社會討論的 方案一是透過內地的電網 即是南方電網 是扣電 方案二是本地增加 用天然氣發電的機組 政府提出兩個新方案 方案一是由內地輸入三成電力 天然氣增加到四成 煤和再生能源減到一成 而核電就是兩成 至於方案二是大幅增加天然氣到六成 核電佔兩成 煤和再生能源也是兩成 兩個方案的成本差不多 預計會比現在貴一倍 目前香港的電力是由兩間電力公司供應 港燈的發電站位於南丫島 以煤和天然氣發電 而中電的發電機組 設於青山、龍谷灘和竹高灣 是煤、天然氣和柴油發電 至於核電的部分 就是由大瓦灣的核電廠供應 如果我們增加天然氣 就可以減少碳排放 減少空氣污染的部分 但是電費就會增加 如果用核電的時候 又擔心安全問題 雖然價格問題可能沒有那麼擔心 去到燒煤 這個世界的大趨勢 一定要減少燒煤的比例 因為空氣污染物的產生 令到空氣污染嚴重了 各種能源的成本和碳排放率都不同 根據中電今年公佈的數據 天然氣是最貴 每道電成本要8毫1 其次是核電4毫8 至於煤就是2毫9 國際能源署2012年的報告 說現在香港發電組合佔最多的煤 每道電會排放880克的二氧化碳 天然氣的排放量就是450克 至於核電就被視為是零 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計算不同能源 由開彩去到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最污染的是煤 其次是石油、天然氣 至於核能和其他再生能源就是差不多 政府今次提出向南方電網買電 現在南方電網有三成多是再生能源 六成多是燒煤 香港向他們買電的話 都不保證是潔淨的再生能源 透過南方電網去供應給香港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詳細 歸一度電輸來香港的時候 究竟它是由核電發出來的 還是天然氣或者國內 在某個地區 他們有三成都是水力發電的 如果我們要增大再生能源的供應 或者要增大一些所謂比較清潔的能源 的時候很多時候 豬三國的合作是一個可能性 每個月都不同的 夏天就多些 冬天就少些 通常選電器 就看看是否一級能源標籤 但可能很多都是一級能源的 我們就會看它每年的耗電量 要用光管的 我們盡量都用T8 T8光管無可移民 一定都是貴一點的 就是洗臉、擦牙 開這盞燈 有時候晚上 都可以只開這盞燈 這個就是LED 黃先生一家四口 連外用一起住 入伙的時候 特意加了這些省電的設置 上個月的用電量是275度 2010年香港每個人平均用6000度電 10年間升了10個百分點 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都是離不開電 但他們又知不知道電從何來呢 電力公司 電力公司 電門發電 對呀 核電 不同的發電組合有不同的成本和代價 看過資訊文件之後 黃先生和黃太太會怎樣選擇呢 好像那麼少選擇 好像沒什麼選擇 電網扣電是一樣那麼新的東西 都擔心它的穩定性 如果可以少些煤 又少些向電網扣電 多些天然氣 如果有第三個選擇就更加好 但如果真的沒有選擇之下 我都傾向會選方向一 因為方向二好像價格浮動 都幾多未知的波幅 電網扣電真的有點出乎意料 如果方向一、二又便宜些 但因為煤又減多些 我覺得未嘗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團體趁日本三一一地震三周年 舉辦了一個有關福島地震之後 被遺棄動物的上展 這次的展覽是說我們希望福島 當地不只是人 甚至說人以外的生命 在核災裡到底受到什麼影響 帶到回來香港 令他們了解到我們真的不可以這麼自私 只是說我要所有的核電 然後把核電站建在別人家裡 來參觀的市民對核電有什麼意見呢 這件事真的影響到很多人 但我看完這個展覽 我又不覺得要去反對核電 因為我覺得核電真的為我們人類 帶來很多的方便和利益 核電未必一定不可以發展 或者不可以用 但一定要考慮安全性 對人也好、對家禽也好 古惠木認為發電燃料組合 不應該再增加核電的比例 最好的能源組合 當然是全部用海外生能源最環保 也希望到時在未來海外生能源很便宜 我們很期望的是香港 能再增加核電的應用 同時開拓一些內地其他電力的供應 例如跟南方電網買電的話 裡面有超過三成都會是海外生能源 我們在大瓦買些核電過來 為何不可以在區內賣核再生能源來供應香港 再生能源又是否一個選擇呢 代價又是甚麼 上星期日本福島地震三周年 當時的海嘯所引發的核輻射洩漏 到現在仍然處理著 不少人都擔心核電的安全 但也有研究發現 煤礦意外和燒煤污染所帶來的死亡人數 其實比核電高很多 使用不同的能源都會死人都會污染 也有價錢的考慮 如與紅獎似乎不可兼得 在20公里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日本村 那裡就下車換車穿保護衣 開始感受到事故發生之後 處理得不好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何世傑上年四月去過福島第一核電廠 看過災後的情況 他說當時發生的事故 有一環扣一環的原因 核電廠一定會有水供應 而讓它減低露室溫度 供水一定要電泵 但是海嘯來到之後 就把那些柴油發電機浸泡了 那時是九級地震 電網塌了 好了我可以用車送些柴油發電機給它 但是整個交通系統都癱瘋了 福島事件之後 世界各地都在檢討核電廠的安全措施 台灣也改變了一個政策 就是廠長是有權決定放不放海水進去 也有很多做法 例如我加多一個電機組 主要有供應電是不斷 瑞士也會有一個國家級的應變小組 就由直升機 飛發電機組進去任何地方 中國現在有17座核電機組運作 另外有最少28個在建 在核災之後 當局規定將來建的核電廠不可以在內陸 而且要使用第三代技術 未來會繼續興建更多核電廠 而德國也在核災之後 關了8個核電廠 計劃6年之後停用所有核電 但是為了填補用電需求 就需要重新興建燒煤廠 以及向輪郭買核電 台灣這幾年反核運動不斷 但政府仍然在今年年初 試運龍門核電廠 香港用的核電是來自50公里外的 大瓦灣核電廠 核電的缺點是風險高 優點就是發電效率高 和碳排放少 太陽能整個平方米才有幾百瓦 一個燈膽也有幾百瓦 一個很小粒 像不心電那麼重的一個油原素 已經是相等於十幾噸的煤 你說你用能源去做那十二克的油原料 用的能源多 還是只是去發掘或者去運輸 或者去燒那十幾噸所需要的能量多 四年前政府提出 在2020年要將香港的碳排放 減到05年的五成至六成 為了達標 當時政府建議將燃煤的比例減到一成 核電加到五成 天然氣就加到四成 其餘的就是再生能源 不過福島核事故之後 不少人擔心核電的安全問題 今次諮詢文件沒有再提增加核電比例 有意見就說 這樣就會令香港的電費增加 香港的電費其實比新加坡 比英國 比很多地方都便宜 如果我們真的不用核能 全都用完這個天然氣的話 這個價錢一定會不住地升 無論如何這個核電應該 就在一個能源組合會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可以調節那個價錢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香港市民就會真的熬貴點 政府說現時兩個方案都達到減排目標 而價錢就是差不多 不過不加核電 發電成本就會貴現在一倍 只要我們決定 是給那麼多錢買那麼多電 還是給那麼多錢買那麼多電 如果你說我現在是給五毫支一度電 但是我不想用核電 我可以給兩元一度電 你可以買另一種電 我們平均每年的基本電價加幅是1.8% 中電去年年底宣佈加價 原因之一就是天然氣價格上升 我們一直用的崖城天然氣田 氣價是20年前簽訂 每桶6美元 新的來源譬如南中國天然氣 要14元美金 而西氣東書的天然氣 就要18至20元一桶 香港現在的平均電價是過二 除了天然氣加價 未來增加天然氣比例 電費就會貴很多 世界各國的發電燃料組合各有不同 英國最大比例的是天然氣 其次就是煤和石油 2011年每一道電是個半 法國的核電比例有七成幾 一成幾就是以水力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 每道電也是個半 至於丹麥只有兩成是由風力發電而來 每道電是要三個二 如果香港加多些再生能源 電價一樣會很貴 今天很好的風 看到它輸出軍佬現在打出來是二百多 即是說每個小時 這個風車不斷地轉的時候 它就會有二百多個導電可以發出來 港燈在南丫島的風場在06年起好 不過發電量有限而且不穩定 林志雄說香港要發展風電先天不足 香港風力比較薄弱 尤其是每一年是熱天那幾個月 你說大規模去吸取風力的能源 要很小心去計算那條數 因為成本會很高 用電的人如果要負擔這個費用 會背著一個很長的債巷 政府曾經提出 在2020年 香港有三至四個百分比的電 是來自再生能源 兩電計劃興建兩個離岸風力發電場 合共有100台風力發電機 分別是位於清水灣半島以東 和南丫島西南面的水域 投資總額總共是100億 林志雄記錄了從06年到去年 香港最大風入橫蘭島的風速 發電一年平均有兩個月的時間 風力是不夠推動風力發電機 中電計劃興建的風車位置 和橫蘭島相近 林志雄用橫蘭島的風速估算 中電的風車最多一年 可以拿到2億8千萬度電 比政府期望的少了1億1千萬度電 如果投資了70億去做一個風場 生命期是20年 即是平均每年已經用了3億5千萬 再加上風場的運作和保養 即是總投資額的5% 就會有另外3億5千萬 如果我們再加上電力公司 可以賺取的利潤 我們要再加7億7千萬 變成要得到2億8千萬度電 我們就要用14億7千萬 除一除它就要到5個多元錢 就算電力公司不額外賺風電設施的准虛利潤 風電成本都要2.5元錢一度 距離加一倍 如果要用這麼多 即是市民要負擔這麼多電費 去做兩個風力的發電場 而得到能源不足夠 總用電量的1%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因為要省1%電 就更容易用這麼多錢去發1%的電 商業機構的用電量佔全港六成六 現在政府要求大部分的商業大廈 做能源審核 這間公司5年前都做了 我們投資了10萬元 但我10個月就回了一本 那我讀一讀你們的辦公室 不同同事的額外 好的 好的 這一天有環保組織 來視察他們的省電情況 我當時計算 如果是三支光管都用的話 就過光 於是我們就把光管 由三支變兩支 換成由T8變T5 可以大概幫我們省到 40%照明的電費 電工同事設計了這些紅色燈鍵 就是不同的區域 用不同的顏色去到標識 它自己回去哪個座位 它自己是綠色的 就開綠色 我們就會計算回本期 兩至三年內回到本 其實都可以去考慮 無論省電省到多少 都還是要用電 電由哪裡來 仍然是一個問題 南方電網都要做生意 它不會便宜給香港 還有 它也應該知道 香港這個社會 是給得起錢去買電回來 過往很多人都要求開放電網 想著可以打破壟斷便宜一點 但是政府今次的方案 第一個方案 向南方電網買電 價錢會和第二個方案 轉用六成天然氣差不多 而且買回來的電 都不知道是不是結淨能源 第一個方案應該會便宜 第二個方案少少 因為它始終南網 它用很多煤去發電 但是如果方案二 全部自己是香港的公司去控制 如果我們說能源政策 我們一定要考慮的 就是那個可靠度 那個穩定性 方案二一定是比較方案一 是好很多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發電機組 那我們隨時可以調節發電量 究竟是買電還是用多些天然氣 大家可以在未來三個月給多些意見 但無論用哪個方案都好 電費都要大幅加 市民是否簡無可選呢 今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見